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介紹 今天要教大家怎麼嫁接這個梅花 我手上的這一株呢,它是青梅 青梅呢,你枝條隨便剪下來 隨便查,存活力大概有八到九成 如果是青豐的話,會超過九成以上 幾乎快接近百分之百 那我後面這一株呢,它是粉紅色的香梅 它現在呢 我們準備有一些已經開始有些陸續有花包了 那估計大概二月中之後呢,就會陸續開花 今天是二月十二號 二月中以後,才會陸續開花 那我們今天呢,我並不打算嫁接這個粉紅色的 我要準備嫁接的是一個白色的 我們將畫面呢,切到白色那一株給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要挑戰的是這個,已經抽葉子的百香梅 這呢,有一個芽已經看起來要抽葉了 我們就接這一隻就好 我們挑戰看看,這個時候接會不會活 首先呢,我們預計呢,嫁接在這裡 那我們就從這邊呢,先削皮 那這把架接刀呢,我建議 架接最好使用架接刀 你要用美工刀也行啦 美工刀的話,最怕就是 那個失敗率會比較高一點 怕那個架接的過程中 這個刀口,容易變黑 然後你不曉得刀下去的時候 切下去的時候,傷口變黑了以後 會造成癒合困難 那我們先在這邊,切一個小傷口 OK,這樣就可以了 剪掉 剪掉的枝呢 你可以拿去 拿去擦枝 土煤擦枝存活率非常非常的高 動到了 我再調整一下 在Ida看到呢 這上面呢 有一個準備要抽牙的牙 注意看一下 這個頂端看起來沒有退化的跡象 這條枝條是看起來 目前看起來還算很健康 這個梅花的枝條 就像這樣細細的 對吧 我說過呢,我是在挑戰 架接 所以我們用夾子夾就好 我不打算用架接帶 歪掉 對準水線 綠色的線對綠色的線 對準以後呢 拿個夾子 夾住 好,OK完美 接下來呢 我去準備套袋 接下來呢 就是很重要的 準備一個六兩的袋子 裡面灑一點水 這個動作很重要 如果你像這六兩袋子 直接套進去的話 沒有灑水的話 它有可能因為水分散絲 造成裡面缺水 到時候的價值會失敗 就沒有防水 可以一直加上 用熱水 好,OK 好,OK 如果沒問題 一個多一點 水分散絲 你能夠靠 很危險 那我們這樣子就大致就完成了 上面寫上日期 21月12日 白香莓 這個套袋裡頭加絲布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動作 如果是接櫻花 不做這個動作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你如果接梅花 接紅蜂 接龍眼 我建議最好加絲布 加一點水分 或加一塊絲布在裡面 讓它保濕 那接下來呢 就是大致上都已經完成 再來就是把它移到 太陽沒有辦法直接曬到的場所就可以了 今天2月12號 估計呢 在2月3月初的時候 也就是經過第三週 它就預計它就要浴盒 因為這個是已經準備要抽芽了 準備要抽葉子了 那表示說呢 只要它的葉子抽起來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第三週的時候把它打開來 看一下有沒有浴盒 確定有浴盒的時候 它就會順利長大 那我們今天介紹到這邊 有興趣的朋友能去試試看 這是 純屬我個人挑戰 我也不保證它一定會接的火 那今天介紹到這邊 謝謝收看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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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